大家好 我是文威廉 歡迎收看本時段新聞快訊 前總統川普遭到女專欄作家卡洛爾指控性侵誹謗案 紐約聯邦陪審團昨天僅花了不到三個小時即作出裁決 裁定川普虛負法律責任 應該賠償卡洛爾500萬美元 由於本案為民事訴訟而非刑事 川普並沒有被定罪 也不會坐牢 不過這項判決恐將讓川普的2024年總統大選之路變得更加複雜 由六男三女組成的陪審團也選擇不認定川普對強暴負有責任 而是認定川普需就細虐待和強行觸摸卡洛爾對他造成傷害負責 而從頭到尾沒有出席審判的川普表示將提出上訴 他昨天在自家社群媒體平台發文表示 還是不知道卡洛爾是誰 這個判決是個恥辱 是史上最大的政治迫害 79歲的卡洛爾在法庭聆聽判決之後擁抱支持者含淚微笑 法庭清場的時候可以聽到他的笑聲和哭聲 離開法院的時候他向媒體表示非常高興 卡洛爾指控川普1999年在紐約市古德曼高檔百貨公司 是因間對他性侵犯 還在此事當中撒謊貶低他的人格 在陪審團宣派後第二天 川普預計今天要出席CNN的市政廳活動公開露面 預計他會再度針對這些案件的案子捍衛他的立場 拜登總統與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昨天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 就提高國際上限進行會談 對於如何突破僵局雖然沒有達成共識 雙方預計12日再進行二度磋商 除了拜登麥卡錫之外 眾院的少數黨領袖傑弗瑞斯 參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都出席了這場會議 國債問題牽動美國經濟前景 拜登與麥卡錫在會議一開場便各自表明態度 拜登主張國會應該無條件提高拒戰上限 避免聯邦政府違約 麥卡錫則堅持提高國債上限的同時 必須大幅刪減聯邦支出 拜登與麥卡錫都同意 兩個人與12日再次協商 昨天的磋商是拜登與麥卡錫 過去三個月以來第一次碰面 並認為是未來幾週即將登場的政治大戲序幕 6月1日期限一到美國無法支付債務即將陷入違約 會談結束後拜登對媒體表示 會議中清楚說明違約絕對不是個選項 他說我一再重複這點 美國不是一個賴賬的國家 我們會按時付款 避免違約是美國國會的基本職責 拜登同時表示已經準備好 將另外針對預算與優先支出項目展開磋商 但不是在受到違約威脅之下來進行談判 在聯邦政府第42條例政策即將到齊之前 邊境葛蘭河谷地區的非法越境人數大幅增加 數百名非法移民在德州排隊等待入境 多家媒體透過無人機拍攝到 數百名最近進入德州的非法移民組成超常人牆 他們中絕大多數是單身的成年人 川普時代實施的第42條例於5月11號結束的前幾天 非法移民大量湧入 而第42條授權美國政府在新冠大流行期間 以危害公共安全的理由迅速驅逐非法移民 根據眾議院葛林的說法 當該政策正式結束的時候 數十萬的無政移民可能就會進入美國 葛林表示 根據巴拿馬的報導稱 美國的非法移民人數增加了5倍以上 5月2號白宮和五角大樓宣布 行政部門將在邊境部署的軍隊人數 從原本的2500人增加到4000人 新增的1500名士兵 將以有限的能力服役執行運輸 跟蹤監視和數據輸入等任務 另外德州州長艾伯特也敢在第42條例 11號結束之前於8號宣布 部署了一支特別邊境部隊 以此來應對拜登總統的邊境政策 協助從偷渡熱點阻擋 非法移民進入美國 巴基斯坦主要的反對派領袖 前總理伊姆蘭漢昨天被逮捕之後 他所屬的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支持者 在國內多個城市舉行抗議活動 警方拘捕了至少945人 伊姆蘭漢繼續者計劃今天遊行到首都伊斯蘭堡 外界擔心警民衝突會加劇 全國有多個城市在昨天都已經爆發了示威遊行衝突 包括首都伊斯蘭堡 拉荷爾古捷蘭瓦拉布爾坦白沙瓦拉爾爾平等地 那麼警方也出動了催淚彈 卡拉奇出現了緊密衝突 回答是至少有一個人死亡 在巴基斯坦的四個省份當中 由三個省的地方政府都發布禁止所有集會的緊急命令 當地內政部長表示 伊姆蘭漢是被判反貪污部門給拘捕 巴基斯坦電視臺也報導 伊姆蘭漢遭指控與一宗貪污案有關 伊姆蘭漢是2018年8月至2022年4月擔任總理 之後成為反對派的領袖 他在去年11月曾經遭遇到槍擊事件而受傷